Hello 大家好 我是Jerry 你知道嗎 澳洲是全球富豪移民的第一首選 已經擠下美國好幾年了 那有一些客戶甚至就會問 那到底為什麼明明辦澳洲移民 是比美國還貴 然後難度也比較高 那為什麼大家都還是要往澳洲移民 今天我們請我們台灣做澳洲移民 第一把交椅的卡爾楊律師 來跟我們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卡爾在線上把它拉進來 Hello 蔣律師你好 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感謝澳洲房產第一把交椅的Jerry 能夠邀請我到他的節目來 聊聊有關為什麼大家要去澳洲移民 我覺得蠻奇怪 通常都是我在訪問你 今天變成你訪問了我 好 來吧 你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跟大家聊聊 有 因為很多客戶就是 他們不管是在辦之前或是辦之後 其實都有同樣一種聲音 所以我才想說這個問題剛好順便來問你 他們就說不管是他們認為 還是說他們的朋友認為 他們就說奇怪你 你這樣子的錢去辦美國或加拿大 還有找啊 你偏偏為什麼要移民澳洲 他說那邊的大學也沒有比美國好 就會機會也沒有比美國好 也沒有 為什麼要移民澳洲 請楊律師來跟我們聊一聊這個話題 到底為什麼 好 那當然我們是專辦澳洲的啊 所以當然會聽起來有點老王賣瓜啦 不過我還是試著用第三方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 那也從我們很多年來跟非常多的客戶的互動 信息的分享 基本上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大家要問 第一個問題是大家為什麼想要移民啊 那我們撇開什麼有可能戰爭什麼的 因為這些東西 基本上在現代這種年代來看的話 不能說不會發生 但是呢 機率相對比較低啦 一般來說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為了孩子啊 那剛剛Jerry你也提到就是說 但是這個我們看學服的 美國什麼哈佛MIT等等的都還是很頂 對啊都還是很頂尖啊 那麼為什麼要去澳洲 因為通常會問這些的家長們 還有家庭們 都是因為孩子還在國小國中高中這段年紀 因為這段年紀的孩子相對的 你如果希望他 我相信沒有人 沒有人這麼大膽在孩子還沒有成年之前啊 我們說18歲以下 我不曉得如果 可能觀眾觀眾朋友們可以聊聊 你是否身邊有人 在那個孩子年紀那麼小 然後敢把他直接送到美國去的啊 通常這麼做的都是我們那個年代的 那年代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沒有太多選擇就去了 但是現在有選擇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就會選擇 就會開始選美國 因為美國第一有槍支的問題嘛 對 然後還有這個時差的問題 前一陣子還有那個校園槍擊又來 動不動就是每一兩年就是會聽到美國 用校園槍擊的情況 是啊是啊 所以相對的這個種族問題等等的都不太穩定 然後也很多人會問說 澳洲是不是也有這個歧視的啊 我說那你注意看一下新聞 其實歧視呢是美國比較嚴重 澳洲反而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就很多人為什麼最後導向來說 我為了孩子們的安全 健康環境還有成長的環境 那當然是希望把他放到更好的地方去啊 就好比我們很多的家長 住在不同的城市裡面對不對 你如果資金足夠的話 你當然是付多一點錢去好的學校啊 沒有人會對不對 會希望說我們就選擇隔壁間的那個 沒什麼就這樣去上就好 所以在移民的這種選擇 他的孩子的教育的選擇上面的話 基本上就會 雖然美國的投資移民 比如說EB5 現在是反正他們現在他們是50萬美金還是90萬 現在吵得亂七八糟的 對啊少很多但是他們一直沒有開 而且最近政策不太穩定了 雖然澳洲的也沒有那麼穩定 但是比起美國來說的話 美國的這個不穩定性相對的也比較高 是 而且我就是這一段時間以來 就是我有注意到就是您好像對於 在我們台灣辦理GTI這個簽證 算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經驗 那我們可以從這樣子可以去理解 就是我們台灣有開始注意到 尤其這種高資產族群 他們有發現美國 因為他們其實也很多就是美國跟很多國家在選 但是到最後他們都選擇澳洲 那你可以聽我們講講GTI這個簽證 然後跟我們這些台灣辦理GTI簽證這些客戶們的想法嗎 OK GTI基本上是澳洲政府在 其實2019年就有了 但是後來因為疫情 他們中間有修正一些法規 那所以在去年的時候正式 就是強力的推廣 GTI基本上就是吸收 他的全名叫Global Talent Independent Visa 所以GTI縮寫 那中文就是全球科技人才 那這科技的這個廣義蠻廣的 所以從太空國防到這個先進製程 到醫療科學到金融科技到能源等等的 反正你想到只要跟科技有相關的 都是澳洲想要這個籠絡的人才 那他們籠絡的方式 那我插播一下 那就是只能否高科技來 比如說我在某個領域有非常結束的表現 那個也可以嗎 因為他是Global Talent 可以 就是說 但是還是要跟科技有關 我舉個例 比如說他是長年的 在某個科技產業的高管 但他不一定是工程師 但是他是高級主管 那通常高級主管通常 你要看產業 如果是工程類別的 通常還是一路從工程師爬到變成主管 但是如果你如果看金融科技 還有一些能源類別的科技 他很長時候是從不同的 比如說商學然後一路爬上去的 然後到高管的階層很久的時間 比如說五年十年這樣子 那這種人也可以達到GTI的標準 那他們辦理像GTI簽證他們的一些經驗 他們的一些心路歷程 你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他們一定有其他 美國英國他們一定可以去 可是為什麼他們選擇澳洲 是 OK 因為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一般來說他們選擇澳洲 就像我說的 我做移民還有留學這麼多年 當然我不能說元老級的 還有在更 資歷還有更大更久的 我所接觸到所有的客戶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為了孩子的教育 幾乎 都是為了孩子的教育 然後還有 是是還有就是孩子教育去了以後 安全居住環境 所以就開始看房子 那我相信Jerry你那邊很多的客戶 也多多少少也都是為了這個原因 幾乎都是 十個裡面八九都是這樣子 對沒錯 對啊 因為他們移民基本上都不是為了自己 大部分也都是為了下一代著想 而且 對啊對啊對啊 他們最主要考慮的還是有安全的這個 評比在裡面 相對比較安全的一個地方 是是是 我們如果看整個全球移民的歷史來看的話 如果這樣抓的話 前面在十幾二十年前吧 我們會看到有一群人移民是為了退休 去享受的這種移民啊 但是近幾年來 這樣子類別的選擇的移民方式已經變非常少了 因為現在基本上全世界的人的這個 護照能夠旅遊的啊 都非常方便了 對啊 所以你沒有必要說我為了喜歡一個地方 對 全部賣光然後就這樣過去嘛 對啊 所以已經因為這個 飛航的距離和科技的這個進展啊 拉近了全球的距離 所以這種退休型的移民 基本上我已經沒有聽到有了啦 我不能說完全沒有 還是有人會為了這個生活的享受 而去做移民的動作 但是呢 基本上 以華人基本為主的話 全部都是為了孩子啦 嗯 那對於目前就是有考慮移民澳洲的這些族群們 你有什麼一些想要建議他們的 就是或者是哪些人其實是比較適合澳洲的 有沒有什麼一些分 其實澳洲 應該這麼講 澳洲其實適合非常多的人啦 因為 嗯 除非你喜歡 生活在一個 比較緊湊 比較緊張 Living Dangerously 那你可能選擇澳洲就 不會那麼Dangerous 因為澳洲太舒服了 那除此之外 一般澳洲都蠻適合他的啦 那至於說 就是 為什麼要選擇澳洲等等的這些 還有所有這些客戶裡面來經驗來分享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說 在 當然我們現在在 我不知道現在在疫情的 年代的中間還是尾端 希望是在尾端啦 但是是在一個非常 不確定性 對不確定性非常高的年代 所以非常多的人會猶豫 但是我會建議 移民這個東西啊 還是要趁早 我從來沒有看過 猶豫 等待 然後 然後取得優惠的 有優勢的 我從在移民和留學這個產業裡面 我講留學好了啦 你年齡每天一天一天老下去 小朋友你不可能說 現在才12歲算了 我們15歲再來打算好了 這個 差那三年真的不行啊 對不對 那移民其實也是 有一樣的這種形態 從來就沒有移民說 會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簡單的 會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簡單的 我舉個例 比如說像希臘 他們已經整個經濟崩盤了 你再去接嗎 對啊很便宜啊 但是你會去嗎 你不會去 還有歐洲的一些很多 當年那個歐債危機的時候 崩盤的一些國家 但這就不會去了 所以你看一個移民政策 越來越嚴的地方 為什麼會越來越嚴格 因為去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要篩選 而且有錢人還越來越多 還往那個地方跑 是啊 是啊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就像 就像我們去Hotel一樣啊 那個高級的Hotel 它除非疫情的關係降價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機會 因為這次疫情呢 也是衝擊澳洲的經濟 所以它在某些部分會有所謂的優惠政策 比如說我們剛剛聊的GTI的部分 但是還是一樣一句話 如果有這打算 然後你的孩子 你覺得未來是要往國外走的 那移民呢一定要趁早 我沒有見過一個後面再追上來的 還有優勢的 從來都沒有這回事 OK所以就不管他們想不想要 或者是需不需要 原則上如果有這個想法 提早做諮詢 其實我覺得 這跟我們房地產也有點關係 我們很多房地產客戶其實 最好也都能夠提早規劃 你有提早規劃 你一定會取得比較高一點的優勢 其實都是一樣的 澳洲移民留學房地產 我覺得都是一樣的 是啊 這個其實也不是一個很困難去想的事情 外面書賣很多 嘗試都會告訴你 還有你上學都會告訴你 你一定要提前有計畫 當然未來可能會有變化 但是你最怕的是 在一個沒有計畫當中又遇到變化 那就是完蛋了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卡爾楊律師的時間 那如果我們下次還有什麼 澳洲移民的問題 我們再想辦法視訊裡 我們再做一期節目 可以嗎 好 謝謝 Jerry 好 謝謝楊律師 拜拜 OK 拜拜